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漲跌密碼 台北股市今天受到每股收黑的影響 是中場下跌了171點 收在14271點 成交量能是量縮到1504億元 今天的盤是怎麼分析 現場邀請到兩位專家 首先是大宇國際投顧的 張宇鳴分析師惠寧 民族好 投資朋友 大家好 第二位是陳奕群分析師惠寧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還是怎麼觀察 我們先來請教張宇鳴老師 好的 今天重挫了171點 這個月目前是跌了257點 這個更正一下 這個禮拜目前是跌了257點 這一整個月到目前為止 跌了608 可以說跌幅非常的慘重 昨天一天的上漲 今天就跌回去了 我們看一下 昨天很高興 大家清楚跌了漲208點 今天馬上就跌回去 那我們說目前的周線 還是跌了257點 算跌了比較重一點 來 那我們看一下 大盤目前的格局 從最高點18619 跌到這裡是4355 可以說跌得非常慘 那今年這樣的跌幅 能夠避開風險 其實就只有六周 也就是說這條線 綠線以上的 因為今天收盤在這裡 代表綠線以上的全部套牢 所以你今年如果賠錢 很正常 因為大部分人都賠錢 你看這個線 你就知道了嘛 買進去的絕大部分都是 還是套牢當中的 所以我們說傷得非常的重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昨天 航運大漲 鋼鐵大漲 很多人說 哇 航運來了 鋼鐵來了 結果今天又跌回去了 不是你想的那樣 空頭難免會反彈 如果空頭不會反彈 就不會有人做錯了嘛 今天跌 明天也跌 後天也跌 大家趕快跑啦 就是漲漲跌跌 讓很多人迷失了方向 當然你會問說 張愛媛 你今天在幹嘛 我今天盤中都在泡茶 一照盤 很快把股票都出掉了 所以我今天盤中 真的都在泡茶 也沒有什麼事做 做股票就應該像這樣 輕輕鬆鬆 沒事泡泡茶聊聊天 該進的只有進 該出場的時候出場 又幾乎賣到高點 人生相當的快樂的 做股票就是要這樣 才是真正開心的 股票人生 不是每天在那邊痛苦 在套牢 那很痛苦 好 這是我今天 發給客戶的一個call訊 今天早盤發的一個call訊 好 今天台股大跌200點 早盤跌了200多點 好 手中四檔升級股 已經出三檔了 目前只有剩一檔升級股 還有另外一檔是雷虎 好 真的非常開心 記得預定 聖誕節的晚餐 這是我跟我的客戶提醒 要去記得預定 聖誕節晚餐 跟家人好好享用一下 祝大家平安幸福 這是我今天 大跌的時候 花給客戶的call訊 如果你今天收到這種call訊 你一定是幸福的股市人生 對啊 反正跌200多點 我們三檔 全部都獲利出場 頭這邊 你看這多開心 四檔已經把三檔賣掉了 這樣多幸福 每檔都出 出場每檔都賺錢 好 你看這樣才是真的 幸福的人生 跟客戶提醒 要去預定個聖誕節晚餐 帶家人 帶爸爸媽媽媽 去吃一個快樂的聖誕晚餐 我想這才是我們要過的人生 沒有錯 就是應該這樣 做到這樣 投資朋友就了不起 這檔call訊是花給全部的會員 所以每個人都會收到這檔call訊 所以一定是真的 沒有假call訊 我們說生技股有的你不能買 我也跟你解盤 13就講了 今天23了 跟你講你不能買 你去買也沒用 股票也漲不動了 這些股票格局是不對的 不是每檔生技都可以買 這樣懂意思嗎 不對的你去買也沒用 最後他跌給你看 像台康升都跌很深 好 真的有講 電視畫面是三到下午2點20分 20分27秒有講 這個是不對的生技股 對的投資朋友不對在這裡 對的在下面 對的表現真的比較強 沒錯 今天是23了 怎麼對的他有漲停板 藍光 沒錯 不對的就是在這裡 不大會漲 包含前幾天也是一樣 不對的就是不大會漲 對的漲停板又藍光 對不對 雙類要 所以怎麼樣選股 選到好的標的 那你當然就輕鬆 就聊天泡茶 哪一個老師敢說 那盤中在聊天泡茶 客戶都套死 人家聊天泡茶 全部來退費 開玩笑 我真的做到了 我今天盤中 真的在聊天泡茶 背景就是我們客戶 都獲得出場 不然要幹嘛 那就聊天泡茶 人生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這是快樂人生 沒錯 真的有講這些股票嗎 最強的有講嗎 有啊 有啊 南光啊 雙類要啊 有講啊 沒錯啊 南光已經六根漲停板了 今天第六根漲停板了 沒錯嘛 電視完美 是不是藍光 是不是雙類要 沒錯嘛 我沒有跟你開玩笑 下午13號的 2點 21分23秒 這一張是東森畫面的截圖 所以一定有 不用懷疑 都怎麼樣 我們不是用事後吹牛的 如果事後吹牛 這個你看什麼解盤 浪費你的生命 不是嗎 是用片的 有什麼好看的 真真實實的 3號下午的2點21分23秒 這東森的解盤畫面啊 有啊 東森 LOGO在這裡啊 南光啊 沒錯啊 六根停板啊 今天第六根停板 哎呦 怎麼這麼強 一早9點07分就拉上漲停板了 所以如果你先買到這樣的股票 當時大盤跌242點 大盤跌242點 他拉漲停板 而且是第六根的漲停 6 1 2 3 4 5 6 六根漲停板 大盤今天 9點07分 跌242點的時候 9點07分 他拉上漲停板 第六根的漲停板 這太幸福了 天啊 如果可以做到這樣 可以拿這種股票 你告訴我 你的股市人生不泡茶 你要幹嘛 那就是泡泡茶聊天而已 盤有什麼好解的 看完之後很簡單 等到今天把它賣掉而已 要解什麼盤 有什麼好解的 不是六根漲給你看了嗎 不是嗎 好不好 1 2 3 4 5 6 沒錯 六根漲停板就在這裡 今天早盤9點07分 太快漲停 所以我就沒有發 其實我們這時候 還是有股票 還是抱著這根藍光 沒有錯 太快拉漲停又打開 所以我就沒有發口訊了 沒有錯 我們到這裡的時候 漲停板的時候 的確手中還抱著 第六根漲停板的藍光 這就是真真實實的操作 老師你又不會發假口訊 如果在口訊有假的 認得一通是假的 沒有關係 你假的錢 我全部還給你 你假的10萬就還10萬 你假的20萬就還20萬 公平啊 不是今天 任了一天都可以 我不會拿假口訊上電視 你放心 那卑鄙小人事 我不會做了 那我們看南光 今天在這裡 64塊附近 把它賣掉了 這樣賺了多少 15塊6 32% 15塊6是什麼意思 一張就是15萬6 當然你不會買一張 你買一張 你自己做就好了 最低消費 10張 10張是客氣的 我每一講10張 老實說 我沒有在買10張 這也50 100張也有 沒關係 10張就好 那如果這10張 15萬6把它放口袋了 幾號買的 這邊有寫 12月12 今天是12月23 11天 15萬6把它放口袋了 32%把它放口袋了 如果你是100萬操作 就32萬把它放口袋了 那請問可不可以帶家 你去吃個聖誕晚餐 一定可以 你可以帶爸爸媽媽 隔壁鄰居 如果跟你交情不錯 沒關係一起邀去 把這半一座也可以 你看這樣人生多開心 聖誕節到了 小朋友要買個新手機 iPhone14出來了 這個小米2億像素的手機 也出來了 大概2萬塊 19,900而已 這個12 Pro 12T Pro 我買一支 2萬塊左右而已 買一支2億像素的手機 給小朋友 小朋友喜歡照相 讓他去練習 做一下7拍也不用錢 好的再存檔 就存檔就好 朋友可以傳來傳去 就買一支2億像素的給他 你看多好 目前世界最高的就是2億像素 小米出的 所以你看這樣人生多完美 老婆想要買一個包包 買一個包 我就帶你去買 去保育公司 去收購買 一個小奈 十幾萬而已 十三萬而已 來帶你去買一個小奈 給你做 這個聖誕節禮物 哇老公 好親切 好貼心 好溫馨 那你看家庭會不會很幸福美滿 小朋友跟父親的感情 會不會非常的融洽 一定會的 爸爸媽媽 孝順一下 帶他去吃個聖誕晚餐 哎呀 這個兒子不錯 我養這個兒子很孝順 你看還拿3萬塊給我 帶我去吃個聖誕晚餐 買一件圍巾 買一條冬天 今天台北17度而已 非常冷 買一條圍巾 給爸爸 給媽媽 冬天脖子要圍好 才不會感冒 家庭多幸福多美滿 做股票就是要這樣 不要做到 沒親戚 沒朋友 沒父母 為什麼 怎麼去找父母 都沒錢 錢都輸光了 怎麼去找父母 朋友找吃飯 沒空沒空 最近身邊沒空 不敢出去 你總是要偶爾輪到寢客 你不能每日吃人家的 到最後沒有朋友 因為口袋沒錢 不想出去了 沒有長輩 沒有親戚 沒有朋友 做股票如果做到這樣 很可憐 你不如不要做 做股票把自己人生搞得一團糟 何必 應該像這樣 應該買了這樣的股票 多幸福多美滿 不是嗎 不是三線翻多的股票嗎 沒錯吧 好 松了藥 今天我們把它出場 賺不多 小賺而已 好 亞伯一樣 都在高點附近 都把它出場了 所以我們四檔 生技股已經賣掉三檔了 這樣是不是很開心 幸福很美滿 我現在手邊 剩下兩檔股票 下個禮拜還會再進場 懂意思嗎 上一次沒跟上的 現在還來得及 辦了手續 下個禮拜我們會同步進場 新的標的 好不好 所以你都會收到 這通的抗訊 今天你看早盤發的 這通抗訊真的很感人 今天台股股大盤 跌200點 手中四檔生技股 已經出三檔了 包含南光 把它出場 六個停板 好 真是開心 記得預定 聖誕節的晚餐 祝大家平安幸福 你看這樣多好 你是我的客戶 你說我這通抗訊 張老師 好好感謝 昨天我最近拿公司寄一大堆水果來 有時候打開也不知道是誰的 趕快打去問 問了半天才知道 哪一個客戶寄的 他還不厭劉姓名 但是他快點沒有資料 問一下 原來誰寄的 先拿幾顆去拜關公 辦公室供貨一尊關公 那算是我的信仰 拿幾顆拜關公 辦公室每個同盒都發一下 放好他一大堆 帶回家吃 樓下管理人也發幾顆 人生真是美好 好 盤中在做什麼 我都在喝茶聊天 說真的 不是今天 說今年幾乎我都在喝茶聊天 今年我幾乎都在喝茶聊天 你老是敢不敢這樣講 有人台積電從600多跌下來 到600說跌過600是老天爺 我跌破600跌破500 到今天455 他敢這樣講嗎 你今年盤中在幹嘛 我盤中都在喝茶聊天 講這樣剛好被喝幹死 你都輸到脫褲子 來喝茶聊天 那我張一鳴今年 真的都在喝茶聊天 真的 今天真的是 算滿幸福的 好 贏家怎麼會成為贏家 看懂主流 會選股 這兩個條件結合起來 你就是贏家 真的嗎 哪也難逛 天哪 這什麼可取 怎麼會這樣 詹艾明你是不是這裡買 然後套一年 然後這裡再上來 沒有 我在這裡才開始買的 我12號13號才開始買的 買完之後 拉上來 不是嗎 12號買到今天 11天而已 我不是 從這裡買套一年 然後不是 沒有 不是 沒有 絕對沒有 不可能 好 所以如果你可以買到 這樣的股票 對照這樣 天哪 有人說航運很好 航運有漲嗎 好像有好像沒有 盤在這裡對不對 所以幾個禮拜過去了 他還在這裡 你跟他比什麼 你怎麼跟人家比 你怎麼跟人家比 你買這個怎麼會開心 不是嗎 天差地別 對不對 天差地別 所以你買股票買錯 你可能搞不清楚 你怎麼跟人家比 對啊 這同樣時間 同樣畫面 有沒有 時間走都是一樣的 那航運怎麼這樣 南光怎麼會這樣 那如果時光倒流 你要買哪一種 當然要買南光 他還有什麼好選擇的 對不對 好 長榮看 海運的景氣 14字真年 這邊有寫 寒風 息息 落葉飛 這是長榮總經理講的 陰陰期盼 景氣回 你看這四個字 你就知道 航運有多可憐 那你買這種題材的股票 怎麼會漲 不是嗎 總經理就跟你說 寒風 寒風 息息落葉飛 對不對 陰陰期盼景氣回 像王寶川 在等薛平貴回來一樣 一等等了18年 哎呀 很可憐 對不對 王寶川苦手寒咬 不是這樣嗎 對不對 好 南光 唉唷 太強了 手這邊 太強了 那我再跟你比較一下 成交指排榜 低葉跟低葉 這都是有量有價 最多量最多價的股票 最強的股票 這個人氣最旺的股票 那請問這股票到底跟南光比起來怎麼樣 台積電 對不對 新興 航運股 對不對 金星科 這個南電 等等 還有第二頁的 第二頁還有 鴻海 聯發科 對不對 資源 這個志邦 看看這些有量有價的股票 到底跟南光現行比起來差多少 那什麼叫選股 這叫選股 一比完之後你說 哇 這個天差地別 沒辦法比 真的沒辦法比 來看一下 台積電 你告訴我 今天 跌破了五週低點 你說這五個禮拜買全部套牢 所以你想想看 我不要跟你講年初到現在十二個月 你講這五個禮拜就好 多想要跟你喊台積電 今天跌破五個月低點 那你這五個一買了不全部套牢嗎 講台積電對嗎 不是鬼扯嗎 不是嗎 不是害你了嗎 那更不要講這裡這裡害人更多 那目前在這裡這條線以上全部套牢 今年沒套牢就這樣而已 上面全部都套牢 你看很可憐 今天買台積電都是苦煮 都很可憐 對啊 現行騙不了人嘛對不對 好 鴻海 天啊 今天還一年低點 對不對 所以想想看你今年買鴻海 你會賺錢嗎 很可憐 真的很可憐 你看今天又在這裡 好 但是要才裁員 那為什麼電動車龍頭要裁員 電動車不好 不但要裁員還要降價 降多少 降二三萬 你降二三萬很多 一台一百多萬的車 降二三等於降兩成 所以一台車子降兩成 很恐怖 一台一百多萬的車降兩成 很恐怖 這很恐怖 為什麼要降 刺激買氣 因為買氣不好 所以你就知道了 寧德時代要推什麼 要推輕能源的車 為什麼要推輕能源的車 寧德時代到德國去投資多少 18億歐元 18億你不用乘以 你算美金就好了 歐元比美金還多 最近歐元跟美金慢慢接近了 18億再乘30 540億 天啊 投資這麼多錢 對啊 這個 匈牙利投資73億 天啊 這加起來多少億了 九十幾億了 九十一億了 你想想看 寧德時代投資這麼多錢 投資沒有 那你看看台灣的鴻海 鴻海也要做電動車 你要一投這樣一百億歐元 一百億他乘以三十 天啊 三千億 投資沒有 那你想想看我們台灣的台積電 這個鴻海 這個電池進入戰國時代 為什麼 這邊要投資3.8億 天啊 3.8兆 不是1億 3.8兆去做電池 電池才會怎麼投這麼多錢 你看我們台灣的碩盒 碩盒就是幫鴻海做電動車的 碩盒的子公司叫這個 新核能源 他去做電動車電池投資多少 1.8億 人家投資一百億歐元 你投資1.8億 你剛好人的比賽多 你有人家鼻子大嗎 人家要投資將近三千億的歐 三千億的這個 一百億 九十幾億 算一百億 一百億是三千億 超過三千億 人家投資三千億 一投就三千億 結果你投資1.8億 挖一個鼻子這麼大 你都懷疑你到底搞真的搞假的 你搞真的怎麼這樣 你投一點點你要生產什麼 所以老師你怎麼都不看好鴻海 你告訴我怎麼看好鴻海 你錢都不拿出我怎麼看好你呢 不是嗎 好美國要做什麼 輕能源車 這新的車子 現在百度是無冷氣乘車 不用駕駛的 所以你看先進到什麼程度 這軟體已經先進到什麼程度了 電動車其實電也是要去沖的 那個電也搞不好是燃煤的 那不一定是環保 只是把這個電把它吸過來在車上而已 真正的環保能源也是像這個 這個啊 這個啊 輕能源 這個才是 輕能源才是環保 因為水去分解了 這才是真的環保了 懂意思嗎 好那百度都要做無冷氣乘車 可能這個軟體多先進 那你鴻海怎麼跟人家拼 不是我看不起鴻海 你錢又不拿出來對不對 人家一頭這麼多一頭這麼小 你要跟他拼什麼 你現在要跟他拼什麼 你根本沒有拿錢出來 你要跟他拼什麼 不是嗎 好 那我們看南光 哎唷 一二三四五六 六根掌停板 天啊 那鴻海怎麼跟他比 鴻海還在一年低點 所以你怎麼跟他比啊 頭這邊啊 來 南電 ABF 天啊 這在六週的低點 這馬已經經典幾乎全部套了 景碩也是在六週的低點 新興 頭這邊八週的低點 所以你想想看這幾個禮拜 跟你講 ABF的 全部套了 八週低點 新興 那你馬上去怎麼不套了 八週兩個月低點 不是嗎 那誰在跟你講ABF 這還沒有跟你說ABF好嗎 一定沒有啊 一大堆人在講 我知道 因為我都有資料 一大堆人在講 全部套了 很可憐 哎唷 怎麼比啊 頭這邊 這到底要怎麼比啊 你告訴我這要怎麼比啊 這怎麼比 這有辦法比嗎 沒辦法比啊 這不帶同一個量級 這沒辦法比啊 懂意思嗎 這不同等級 這沒辦法比啊 懂意思嗎 好 ABF三雄載板 美銀看蛋 大摩一看蛋 美銀看蛋 為什麼 我上次跟你提醒過了 韓國的三星LG都要蓋ABF的廠 三星已經蓋好 LG明年蓋好 你蓋好量產進去 慘了 你又拚不過人家就完蛋了 所以載板我真的沒有看好了 好 星星 拉回已經40塊了 如果你從10月7號高點沒有賣 這160 今天低點118 超過40塊了 所以現在如果你買到這一段 這一段而已 已經40塊 一張4萬 一張4萬塊賠掉了 多可惜啊 南光 天啊 你怎麼跟他比啊 六個停板 這個40塊了 疊40塊 你看南光 怎麼背 這怎麼比 有辦法比嗎 沒辦法比 真的沒辦法比 我騙你好不好 好 美光財源一層 美光有問題了 因為景氣不好 要財源對不對 財很多人要財5000人 美光財源減薪 砍支出 記憶體封測 怎麼樣 這樣才能夠平衡 因為量產太多了 景氣沒那麼好 好 這個 冰封爆 記憶體的冰封爆來襲 你看 看到新聞你就昏倒 你看 來 你去買南亞科 天啊 這得快五成了 現在呢 現在在這裡 這裡也是幾乎是 這幾周低點 天啊 10周低點 這10個禮拜你去買南科 不要說這裡 光這10個禮拜你還是賠錢 那更不要講這裡 一整天買全部都賠錢 對不對 華班電影師一樣都得快五成了 所以想看你去買這個對嗎 你買記憶體有用嗎 詹艾明跟你說記憶體好嗎 那反過來如果你買南光 唉唷 這個差太多了 真的 真的在這裡 躺在地上了 有沒有 唉唷 飛上天了 所以選股很重要 你不會選股什麼都是空談 懂意思嗎 好不好 好 林發科也是一樣 六周低點 所以你買進去全部套牢 對不對 好 連勇也是一樣 都沒有在動 智元也是一樣 六周低點 所以買進去全部套牢 金星科 六周低點 所以你買這些股票你發現 這都有量有價 全部都是低點 有沒有 好 藍光 唉唷 天啊 講到這裡你真的有沒有覺得 真的是叉叉比氣腿 你怎麼跟他比 所以你不會選股一切都是空談 你在做白工 而且會賠很多錢 對你來講是很不公平的事情 好不好 時間的關係 藍光 唉唷 有量 我一漲林滿就藍光 太漂亮了 沒錯 所以一整年過去 我沒有看到這些股票 航運 ABU3都一樣 我沒有看到這些股票 好不好 時間的關係 2020年散戶制很痛苦 為什麼抱著豬頭找不到廟 要去擺 不曉得廟 不曉得廟在哪裡 山路真的很痛苦 如果你覺得你明年不想要這樣 你2023你想要反敗為勝 大家記得把電話打通 我們先做一個好朋友 今天你認識張艷明 或許你明天人生會不一樣 下個禮拜還有新的標的要進場 所以要跟緊腳步 上一次沒看到我們 下一半車要跟他 好不好 我們把現在交給明了 更多操作策略建議 廣告回來繼續請 張老師幫大家進一步分析 東森粉絲耐手機掃描QR Code 掃描免費加入我們的Light 說你是東森粉絲 並且留下姓名跟電話 有任何持股的問題 就一併留下來 張艷明會盡速回答你 記得來掃描QR Code 用Light加好朋友掃描就可以 掃描免費加入 這是免費的 除了你要跟著我們動作 加入Light是免費 說你是東森粉絲 並且留下姓名跟電話就可以 有任何問題留下來 張艷明會盡速回答你 歡迎回到掌跌密碼 這把時間交給張老師 好的 大盤這個禮拜 跌了257點 連續三週下跌 到目前為止 月線跌了608 跌幅相當的慘重 就在這裡 連山黑對不對 這月線是608了 那我們從高點跌下來 到目前是跌了4355點 所以我們今年很多投資朋友 錢都要賠很多 這散戶沒辦法 2020散戶的痛苦是什麼 就是抱著豬頭找不到廟 你抱著豬頭要去拜 可是廟不曉得在哪裡 賠錢了 想要去找一個好的老師 到處參加到處賠錢 真的很可惜 真的很可惜 好不好 贏家在哪裡 看懂主流 會選股就是贏家 會看主流 會選股 這兩個加起來就是贏家 懂意思嗎 好 我們看從台股歷史歲高年 臨初跌下來這一段 張艷明你這一段做了什麼 在這裡 我相信客戶一定非常的滿意 我從2月7號就開始放空了 2月2日手上全部都空單 一次短多做9比 又全身再放空 所以我們這個階段非常的開心 第二階段也是一樣 第二階段更誇張 為什麼來 4月11到7月27 做29比贏27比 這普通會員 你看多完美多幸福 這就是人生啊 很漂亮對不對 好不好 好 接下來8到9月做升級股 做了12比 14比 接下來9到10月做什麼 做觀光股做8比 接下來做什麼 11 12月 11月升月50% 兩次操作50% 放到口袋了 非常完美 最近呢 這個南光6個停板 把它放口袋了 到這邊 所以我們一整年過去操作 應該算非常的漂亮 但是很多人是做不到 很多人套一整 很可憐 南光6個停板 太漂亮了 沒錯了 如果你有這樣的功力 人生一定會非常的幸福 有沒有道理 股市中唯有強者 才能幫助弱者 贏家才能幫助輸家 懂意思嗎 成功有方法 獲利可以複製 但是你用錯誤的操作 賠錢會再重複 那就完蛋了 懂意思嗎 今天你認識障礙明 跟障礙明握手 或許這次是你們一生 改變的開始 懂意思嗎 來小小鼠A2500 699 你可以搜尋加入 有問題發生還記得留下電話 我們下週再見 我們先交給主持人 有任何問題留下來 張宇明會盡速回答你